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不错 基本上都已经熟练了 鼓励 真的 那要是打分的话 这一次表现能打几分 怎么低也得有一个七八分吧 才七八分啊 这么低 那怎么样才能拿到满分 永远都要有计划B 既然大家已经听过了我们的课题 那我就说一些大家没有听过的 为什么我们想要研究亨廷顿舞蹈阵这个课题 其实 我只有本科学历 本科啥 昨天又想搞什么鬼啊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 我已经被宣判了死心 因为我本人 就是一名亨廷顿舞蹈阵基因的携带者 小老板 说完这可是自杀式发言 三年前 因为我父亲的突然离世 医生建议我去做基因排查 得知结果那一刻我非常绝望 这对当时 身为一名医学生的我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因为医生告诉我 只要舞蹈阵一旦发病 我就根本不可能再拿手术刀 所以 我不得不放弃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那个时候我突然失去人生方向 很迷茫 一心只想逃避 后来我去了国外 我拼命赚钱 企图为自己的人生找一条后路 为了自己还好自说 但是很遗憾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后路 所以现在的我非常后悔逃避那三年 提取细胞蛋白一小时 转磨封闭两小时 结合依抗需要十二小时 一天为什么只有二十四小时 我经常拷问我自己 如果我可以早一点回归科研 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推进这个项目 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 让同样绝望的人看到希望 就是因为可以看到生命的尽头 所以我才想要更加努力地奔跑 请大家相信 我一定是在座的人当中 最迫切希望可以研究出 治疗亨廷对舞蹈症要务的人 尽管前面的路很难 我们一定会燃尽生命 找到那一束微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